锅里糊的肉 啥肉啊 看看 还有干 哎呀这一大锅 出这么多的肉啊 猪肝 哎呀这香味都出来了 今天杀猪了 刚杀完猪肉 看这些都已经分好了 准备要冷冻起来的 这边还有一些啊 还没装完袋呢 看这个大猪头 就知道这个猪 大概都有多少斤了 猪头都这么大 一到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东北农村啊 就开始杀猪了 吃杀猪菜啊 想想这杀猪菜啊 都嘎嘎的香啊 酸菜会血肠 大骨头炖酸菜 那是贼拉的好吃 这个大家可能不陌生吧 这个就是黄瓜香 就是今年夏天五月份 我们杉杉采的山野菜 这都留在自己家吃的 都是冻好的 包馅炒吃 拌的吃 凉拌都好吃 都好吃啊 这个是山葫芦碑 对 这个就是猴腿啊 也是我们夏天自己采的 在这切肉 包饺子是吧 不包饺子 不包饺子 炒菜要 这么多大块肉啊 有点太豪放了吧 太多了 一大缸的酸菜呢 一会就准备 要做杀猪菜的 雪肠在外边灌着呢 东北杀猪菜啊 酸菜 雪肠 肉 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菜好啊 又杀猪菜 又鱼 又山野菜的啊 全是好吃的 今天呢 是我孤老家杀猪啊 给我打电话 让我们来吃肉 我们这不就来了吗 其实吃的是杀猪菜啊 但是聚的是感情啊 每到这个时候呢 亲朋好友啊 都会聚在一起 乐呵乐呵 毕竟忙活一年了 联系联系感情 这就是我们农村的习俗啊 这样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这猪呢 都是自己家单独养的笨猪 就是留着年猪的 这些肉也是留着过年吃的啊 一会儿一袋一袋给它装好之后呢 到过年的时候就不用买肉了 什么猪头啊 猪皮的猪走的全都来了 就够用了 还往里下 这么多 够了大姨啊 哎妈呀 能吃了吗 这一大锅呀 没事 太好横了吧咱家 咱家人多 咱家肉多应该这么说 哈哈哈哈 一大锅的酸菜都已经下锅了 现在都已经汇上了 就差雪肠了 哎呀 现在都闻到一股香味了 下猪菜呢 在我们东美农村啊 每到要过年的时候 吃的一种炖菜 以前比较群困的年代里啊 只有过年的时候 杀年猪的时候 才能吃到这种炖菜 也称为杀猪菜 这就是我们东北人的最爱 我要进屋去吃饭去了 看看桌上都有什么丰盛的菜 关注我下期视频啊 你一定给我留个关注 我们东北的杀猪菜 拜拜了朋友们